台電西月藥家核四廠 這些尚未使用的燃料送往美國 遭殖疑浪費80億 更讓前核四廠廠長痛罵 世界首見 我洪荒之力把它印進來 它現在把它印出去的話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難過 你是沒有說一個廠 那燃料都還沒有放以前 就把它退回原廠的 核四燃料辦外送損失 全民買單 燃料價值81.6億元 還有光是要送往美國 運費就要7.3億 拆解更要27.6億元 其他工作費0.5億 就算又能賣32.4億 還是損失超過84億 蔡政府喊非核家園 但綠能目前無法補足電力缺口 環團提出以核氧綠公投 讓全民決定核電去留 主張刪除電業法 2025非核家園的目標 核四燃料是否要送國外 要等到公投結束後再做決定 或是再生能源的發展以真成熟 足以替代核能之日 我們再把核四的燃料做外送 專家認為2025非核家園 要讓台灣付出太多代價 而且核四燃料棒是否要送到國外 也得等年底公投結束後再做決定 否則就算虧錢把燃料棒外送 未來就算要跟美國買 還得排隊等三年 能源政策不敢民粹 得拿出實質做法 才能避免缺電危機一再上演 這有黃文俊家園 台北報導 第三 一 六